毒品防治不但需要全民的关注 连人类忠实的朋友狗狗也加入了弃毒的行列 在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推出的毒品防治成果展 就有机会看到弃毒犬的训练演出 训练有素的弃毒犬在警察的带领下 一个箱子接着一个箱子仔细闻 只要闻到了毒品的味道 弃毒犬马上在箱子旁坐下来 让警察可以进一步搜索 我们这个小女儿她处境很大 如果猪群没有带她她会绑叫 她会盯着目标 坐下来警示 新北市企毒犬训练成果相当优异 在现场看到的狼犬拉布拉多以及米格鲁 分别依照体型的大小执行不同的任务 多次在企毒工作中 协助警方破案 狗狗闻到的时候 它是坐下来的 为什么要坐下来 因为我们不管是毒品也好 爆裂物也好 它用咬的 如果是爆裂物的话 用水银炸弹 它一失去贫能就会爆炸 如果是毒品的话 可能用咬的 它这个什么 可能就会吸到毒 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闻到了以后 它是自己坐下来 不过随着毒品的种类越来越多 也增加了气毒犬在训练上的难度 警犬队期盼能和相关的研究单位合作 找出更好的训练方式 来增加气毒犬的气毒效果 记者沈志佑林景瑜 新北市采访报道